最近有一部剧值得说一下 没错就是杨阳和李一同主演的特战荣耀 杨阳上一部剧还停留在你是我的荣耀 当时这部剧也是很火 许多人都被荣耀复复圈粉 两人的营业程度都堪称标杆 哪怕结榜CP依旧有许多人磕他俩 经常被问到杨阳和迪厄巴是不是在一起了 甚至在节目里还被许多人剪辑到对方时候的反应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剪辑出现的效果 很难不让人继续磕下去 这应该是杨阳季肖娜后又一个角色 符合万千观众的心 虽然有人说杨阳挺适合这类角色 毕竟偶像剧都不冲突 但是有肖娜后又有余途 虽然不串台 但角色类型过于相似 而且杨阳年纪也大了 应该尝试转型了 而特战荣耀就是杨阳的转型之作 特战荣耀首播第一集前半集就燃爆 当国产战争片放情愿线都一点不寒沉 后半集笑哭 简直就是一处天才拽王和他的冤种兄弟们 红海行动编剧家徐济周 果然一高人胆大 国产军旅剧 我还第一次见到有人敢这么玩 观众买着吗 还真买 首播开局 当天就刷新了优酷站内电视剧的预约记录 并掌获全网热搜153个 东方和浙江卫视起步收视 分别为0.3和0.2 到第一集播完 两台分别涨到0.64和0.5 最终东方卫视酷云收视率0.53 浙江卫视酷云收视率0.40 占据卫视前二 合计破一 收视黑马之势妥辣 进去之后的卫剧爆款也没跑了 而今年一来 气势一路走高的东方卫视收视又稳了 看评论 对国产军旅剧一向高标准高要求的豆瓣网友 居然满屏给出四星五星 有夸然的有赞好笑的 还有吐槽一集不够看的 口碑黑马之事出来了 作为一个军旅剧动作剧爱好者 看完片兴奋的想自身耳光 回忆一下上一部硬派国产军旅剧爆款多久之前了 她的惊喜简直如同一枚深水炸弹 没想到重回军旅的杨阳一出手就在四月打出了一副王炸 更让你心生感慨 终于有一部像样的强动作类型军旅剧了 要知道这次杨阳出演的特战荣耀 选择的对象是特种兵 而这类题材已经差不多拍烂了 最经典的还是王宝强主演的士兵突击 接下来还有古街星主演的我是特种兵 以及吴京主演的我是特种兵之历任出窍 杨阳主演的特战荣耀 本质上和前不久肖战主演的王牌部队差不多 都会被某些观众无形中贴上流量剧的标签 所以想要扭转 必须依靠好的故事和好的演技 特战荣耀的开局和其他军旅剧差不多 用倒序的形式利用回忆来进行故事叙述 特战荣耀拥有一个极其高光的开篇 在一段长达十余分钟的人质营救动作戏里 水下潜入无人机侦察 狙击手远程掩护等等一个都不少 看的人血脉膨胀 而随着兵王烟破月重弹落水 他脑海里如电影般闪现的回忆 又变成了打开全剧文系的一把钥匙 烟破月其实是个矛盾体 单兵能力极其突出但就是和集体格格不入 从被分到吹噬般磨练开始 烟破月也开始了自己的成长之路 不用因为演员是洋洋就挑刺 对于军旅爽剧来说套路都是一样的 像无精的我是特种兵走的也是这个 甚至比特战荣耀更夸张 比如让考核人员利用各种方法到达目的地 看似刺激其实并不合理 只不过顶着流量明星的帽子 加上以往作品塑造的并非硬汉 自然一时半会儿很难把观众带入到角色里 相比之前的作品 杨洋在特战荣耀中的改变极大 随着剧情展开 杨洋憋着劲儿 拼命演好的决心溢出了屏幕 印象中温文尔雅含蓄内敛的小说男主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皮肤有黑强劲有力的冰哥哥 杨洋完全丢掉了形象包袱 他仿佛已经与烟破月融为了一体 他无暇过急皮肤晒地有黑 在山林沟壑中穿梭爬行 全自动式滚山崖 从头顶浇灌颜料水 与中年做二百个俯卧撑 值得一提的是 前期烟破月的青涩和执拗被拿捏得非常到位 这也是观众入戏的关键 当得知自己进入吹石班 他不顾一切跑到了连长面前质问 为什么 这时候他想爆发 这根本不公平 自己能力一流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分配 可被连长三言两语二之后 他狠话还是厌了回去 他没有办法不服从命令 在表彰大会上 烟破月与其他人一样 以为自己立功可以逃离这里 结果走的却是好兄弟 他的表情瞬间变了 不仅失望还有愿望的落空 还有烟破月被劫持的场景 其实群众演员下不去手 真的勒紧其他演员 可羊羊想达到那种状态 自己也暗暗时进别 在导演喊咖的时候 他才彻底将紧绷的弦松开 亮呛地坐到凳子 又向前咳嗽呕吐 持续了一会儿 才摊坐到身后的椅子上 能看出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羊羊吃了不少的苦头 对于观众来说 特战荣耀是羊羊转型的星座 或许对他自己更是圆梦 在采访中羊羊表示 集训时想起了文艺兵时的生活 言情剧从来都不是他的最终目标 慢慢磨练演技 向成熟演员迈进才是 有人笑称 观众总会在各个年龄爱上羊羊 当看过他一身戎装 真刀真枪的干事 这种感觉越发强烈了 大家的眼睛是血亮的 认真塑造角色的演员总能被发掘 好的演员是在作品中 以角色的身份发光发亮 只有吃得苦中苦 才会得到真正的认可 羊羊这回确实帅 不过特战荣耀的剧情还没进入正题 颜破月正在接受磨练 后面还会有更多挫折等着他 好戏还在后头呢 至于特战荣耀 能否和军旅剧鼻祖士兵突击 我是特种兵相比 现在还无法定论 但他相对于近年来的许多军旅剧而言 质量已经算得上是上乘的了 他的人物三观是没有问题的 对人物塑造的外形和内心是求真的 并且也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 不能让人容忍下去的狗血雷人剧情 虽然在某些小细节上 和演员演技可能存在一点小瑕疵 但对整体剧情的表达并没有影响什么 还是值得一看的 只希望特战荣耀后续剧情 能保持住前面的这些利好 这样风不负观众的期待 你看了特战荣耀吗 对他有何观点 期待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哦